好,我們現在影片來教各位怎麼樣去設定輸入 怎麼樣去設定輸入 好,首先呢,請看到在我們的RADING頁面 在我們RADING頁面呢,這個指標代表是輸入,這個代表是輸出 好,那我們現在在輸入頁面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會有這些選項就是本地端、OCE或其他的 那請看到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會去選擇我這個通道的信號 它是單聲道還是立體還是MS 那我可以在這邊做選擇 如果這個是單聲道就選這個 立體聲,它會直接幫你把左右聲道并到一支推子上面 而且就可以調整它的聲像 這個功能很好用,很好用 好,那比如說我現在是MONO的時候 它會直接標示說 我現在這支話筒被Aside到哪裡去 然後你可以馬上直接跳喔 有沒有齁 好,來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呢 它這個地方它目前是直接跳到Aside的 那我現在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說 這個通道它可不可以被標示為標籤 可以,可以齁 它這邊標示的標籤它待會就直接幫你往下貼 這是它的好處 好,那我們先把它關掉 它這個地方還有一些它的亞音標籤 代表是它在入口端 它就可以給你亞音 而不是到了通道端再給你亞音 這個有什麼特點 我送遠端的時候 會不會把聲音冒出去 這地方可以去幫到你 好,那這邊呢 是它的亞音 然後呢 錶頭 增益 增益 48V 都在這個頁面可以設定 好,那這個是要不要參與到SRC的 那個自動ALT的功能的一個選擇 好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到通道的地方 我們來選擇我們的輸入 那我要怎麼選 我現在選其他通道好了 我其他通道我要切換它的輸入呢 請看到這邊它有兩個可以選喔 你如果要設定Many 請在Many的頁面底下 選擇 然後來這邊挑你要的通道 好,比如說我要貼通道1 好,來這邊選擇 好,它就把 它問你說你要不要把它貼進來 通道1的信息要不要貼進來 要 好,那你就把它貼進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回到剛剛的Rotting的頁面去看 有沒有 被用到12 好 那你在這個通道去做的增益調整 好,你做的增益調整 它會不會回到前面那邊去 我們來看一下 會 它會回到前面那邊去 那我們剛剛在這個通道呢 做的第一段雅音 這是第一段雅音 它會不會回到前面去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會 所以說它整個是連動的 它整個是連動的 那譬如說 我現在我在這個通道 我要去重新編輯它的名稱 HELLO 然後呢 好 低音 OK 然後 CLOSE 它現在在這邊變成HELLO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Rotting Rotting 欸 有沒有看到HELLO跑到這邊來了 然後呢 這邊的標籤還 它不會覆蓋 好 但是剛剛在那個頁面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直接幫你把信息帶進來 那這個有什麼幫助呢 這個就讓你前後鏈可以連動 那比如說我現在在這邊開48V 那我們回來看這邊 欸 48V的標籤就有了 所以說它整個鏈 信息鏈的一個處理 它是做得非常的好的